對不少運動迷來說 買運彩讓比賽更精彩 但作為博弈產業大國的美國 其實原先只有賭城所在的內華達州 允許合法買運彩 不過二零一八年後 風向改變 目前美國仍有二十個州運彩沒有合法 兩大龍頭業者FanDuel和DraftKings 積極遊說 首要目標當然是人口最多的加州 十一月美國期中選舉時 加州第27號公投提案 正式由兩家業者發起 力拼運彩線上下注合法化 但最後只獲得16.7%的選民支持 至於在運彩 合法的州兩大業者除了砸大錢 請名人替旗下下注APP代言之外 也積極研發增加顧客黏著率的玩法 最成功的措施之一 莫過於開放廠中投注 美國運彩在合法州蓬勃發展 手機按個鍵就有發財的機會 讓不少人無法自拔 運彩商品業績有理 但運彩本質畢竟是賭博 儘管能帶來經濟效益 但衍生出的社會成本怎麼消除 也成了合法州必須思考的問題 進行委屁事件王朱英報導 進行委屁事件王朱英 進行委屁事件王朱英 進行委屁事件王朱英